从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只见男人抄起机枪 随后打开车厢大门 一架武装直升机随机开火 幸好男人闪躲及时 等直升机更换单钥匙 男人抄起机枪疯狂扫射 竟直接将其击落 可是谁能想到 如此生猛的男人 在一年前差点成了残废 男人名叫锤哥 曾是美国特种部队成员 退役后当起了雇佣兵 并迅速成为顶级任务 专门接受各种营救任务 然而他却在一次行动中 伸中树枪并掉进了水中 队友妮可和兰迪急忙赶来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锤哥 但他的伤势太重 虽然手术很成功 可他活下来的几率很小 就连医生都劝告妮可 不如趁早拔管 让锤哥免受痛苦 幸好妮可坚持 很快奇迹发生了 锤哥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竟然醒了过来 他的身体恢复速度很快 虽然还是很虚弱 但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多年的征战生涯 让锤哥身心俱疲 他决定从此退出江湖 尼克也尊重他的请求 在奥地利为他找了个木屋 并将锤哥之前的物品交给他 希望他能安稳地度过余生 锤哥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平静又安详 只是当他看到已故儿子的绘画 以及一家人当时的录像时 仍然有些难过 这天锤哥回到家中 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刚一见面老黑就如数加针般 说出锤哥往日的战绩 曾孤身捣回两大黑帮 并顺利救出李约市长 然而锤哥对此非常反感 老黑自顾自地开口 声称有一个任务只有他能办到 只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 估计开枪都困难 锤哥当时给他露了一手 但他也表示 自己不再接受任何任务了 谁知老黑说出了委托人 正是锤哥的前妻米亚 原来米亚的妹妹戴拉 嫁给了黑社会成员熊二 她跟哥哥熊大同为格鲁吉亚人 两人从战火中长大 练就了狠辣的性格与一身本领 并通过贩卖面粉 在格鲁吉亚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就连政府官员都对他们卑躬屈膝 不久前 熊二因为杀了缉毒警察被判入狱 还因此被追加了十年刑期 格鲁吉亚政府自然不敢这么做 但这是美国人的意思 政府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此事 州长特意找到熊大解释 然而熊大根本不听 反而直接干掉了州长 将其当场埋尸 熊二自知根本出不去 于是变态的他通知哥哥 居然将妻子戴拉和两个孩子 都通通送进了监狱 不仅如此熊二还经常对戴拉打骂 因此米娅才想到请求锤哥 让他解救出戴拉和两个孩子 此次行动危险重重 因为熊大兄弟的手下 都对他们有信徒般的忠诚 外加监狱内还有两大敌对帮派 简直是鱼龙混杂 因此行动必须迅速 锤哥出于对前妻米娅的愧疚 决定接下这个危险任务 于是他联系了妮可 并开始进行恢复训练 锤哥强大的身体素质 在多日的训练下 很快恢复如初 不久后行动开始 锤哥先是买通了一名狱警 让他再用荧光粉画出安全通道 并趁机停电五分钟 锤哥按照预定轨道潜入 成功找到了戴拉 一家人迅速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戴拉的大儿子霍克有些疑惑 为什么父亲熊二 没跟着他们行动 锤哥只能谎称熊二在出口等着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时 女孩的玩具掉落 吵醒了隔壁的犯人 犯人立刻大喊大叫 这下直接叫醒了整座监狱 在外围的兰迪通过观察 为锤哥规划出逃跑路线 锤哥立刻撬开门锁 映入眼帘的是数十名犯人 他们穷凶极恶 即便锤哥手持武器 居然也敢上前突袭 好在锤哥身术也不是盖的 迅速将其撂倒 并补上两枪 炸开了门锁后 锤哥一行人继续逃离 此时的监狱早已乱作一团 犯人们开始疯狂攻击狱警 锤哥趁机带人来到工作走廊 准备利用运煤管道逃出 起料 刚把两个孩子送出去 熊二就突然出现 开始袭击锤哥 锤哥反应不及 被熊二打倒在地 带拉上前帮忙 也同样被熊二敲晕 锤哥立刻起身与其缠斗 不成想 熊二不将武德 用煤块攻击锤哥 锤哥情急之下 一把将其指都掰断 随即一刀刺入他脖颈 戴拉则上前补了一刀 虽然解决了熊二 但他们耽误了太长时间 犯人们已经追了过来 锤哥只好带着戴拉走另一条路 与此同时 防暴警察开始入场 控制暴乱 而锤哥的必经之路上 竟然有数百名犯人正在乱斗 锤哥只能一路杀过去 由于他穿着制服 被犯人们当成了狱警 锤哥无奈只好开枪还击 然而犯人实在太多了 锤哥的子弹很快用尽 他只好抄起匕首攻击 眼看锤哥双拳难敌四手 此时又有人从背后偷袭 锤哥顿时头晕目悬 他强撑着起身 从防暴警察手中夺走防暴盾 开始大杀四方 其料 犯人扔出燃烧瓶 锤哥的手臂被点燃 他宛如天身下凡般 用岩拳攻击敌人的同时 还顺带熄了火 锤哥成功带着戴拉逃出广场 门外的尼克也爆破了大门 几人顺利坐上汽车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雄大的人马早已埋伏在外围 开始对锤哥一行疯狂攻击 幸好汽车的材质都是防弹的 在尼克和兰迪的帮助下 一行人顺利摆脱追击 就在他们即将到达火车站时 奇料敌人一发炮弹 将锤哥的汽车掀翻 尼克只能停下救援 戴拉的女儿不慎受伤 一行人且战且退 穿过工厂车间 成功坐上了火车 锤哥发现女孩骨折 只能暂时为他处理 然而敌人居然派出了直升机 锤哥奋力干掉了一架 他打开车厢盖 准备故技重施 干掉另一架时 一发火箭弹将其逼了回去 直升机停靠在车厢上 一个小队开始进攻车厢 两人来到驾驶室 与尼克打在一起 尼克虽然连开竖枪 无奈敌人都穿着防弹衣 尼克只好掏出匕首 好不容易干掉一人 自己却也被刺中肩膀 尼克费尽全力掏出手枪 将另一人解决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两名敌人 炸开车厢 企图找到戴拉姆子 关键时刻 锤哥赶回 与三人打成一团 眼看锤哥落入下风 蓝迪也前来支援 在两人的合作下 成功干掉了这支小队 锤哥来到驾驶室 观察尼克的伤势 然而下一秒 直升机对着驾驶室 疯狂扫射 锤哥只好爬上车厢 利用机枪干掉直升机 不成想 前方的铁路已经到头 火车的刹车系统 却被损坏了 锤哥只好让众人 绑好安全带 火车随即脱轨 好在众人都无大碍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霍克却执意要等父亲 锤哥只好说出事情 熊二已经被他干掉了 霍克无法接受事实 但在母亲的劝说下 还是跟着锤哥上了轮船 与此同时 熊大也在医院 见到了熊二的尸体 他回想起儿时的他们 由于自己懦弱 导致熊二被人围攻 父亲将熊大暴打一顿 还教导他为了保护弟弟 哪怕是流进最后一滴血 此时的熊大早已封魔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干掉锤哥 此时的锤哥一行人 已经坐上了前往邻国的飞机 霍克却有了别的想法 他借口支开兰迪 随后用卫星电话 联系了大伯熊大 并质问他 父亲是不是要杀了母亲 熊大只能用缓兵之计 让霍克不要相信母亲 霍克从小接受恐怖主义吸囊 在熊大的诱导下 将众人的行踪说了出来 而此时的锤哥一无所知 他们回到尼可的基地 霍克再次质问锤哥 为什么要杀死他的父亲 锤哥向他解释 熊二把他们一家人带进监狱 并不是要保护他们 只是单纯的陪伴他而已 霍克明白了缘由 这才说出 自己已经把位置告知的熊大 锤哥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让众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然而为时已晚 敌阵的直升机来到窗外 开始对众人疯狂扫射 完全不顾两个孩子的死活 锤哥刚想掏枪反击 直升机却已经离开 随即降落在楼顶 看来他们要上下夹击 众人连忙坐上电梯 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其量 霍克却脱离了众人 他要投入熊大的队伍中 蓝迪只好前去阻拦 与此同时 当地警方接到消息赶来 却被熊大的手下疯狂攻击 蓝迪追着霍克来到楼下 刚好与熊大对峙 双方都在劝告霍克 霍克思虑良久 最终还是投入了大伯的怀抱 霍克开车离开时 被敌人的火箭筒击中 汽车当场报废 幸好蓝迪将他救出 敌人来到停车场内 锤哥主动出手 将两人轻松解决 眼看众人想要逃离 熊大下令全队开火 逼迫他们回到大楼 与此同时 警方的直升机赶到 狙击手迅速开枪干掉两人 自己却没能逃脱 被火箭筒击落 锤哥让众人退回大楼 前往顶楼抢夺直升机 锤哥三人分头行动 蓝迪虽然受伤 但干掉了三人 妮可则在跟敌人打斗时 双双陷入昏迷 眼看他要坠入高楼 锤哥干掉其余敌人 在千军一发之际 拉住了妮可 不料 熊大抓住了机会 一枪打伤锤哥手掌 锤哥忍着疼痛 不肯放手 就在熊大要继续动手时 妮可一枪打碎了玻璃 让熊大也陷入困境 锤哥将妮可扔入大楼 妮可迅速行动 成功救下戴拉母女 锤哥则跟熊大在玻璃上打斗 熊大脚下玻璃破碎 让他当场晕倒 锤哥正要带着众人离开 其料 熊大在背后突袭 打伤了兰迪 眼看敌人就要追来 妮可迅速带着众人飞走 然而 兰迪却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 锤哥带着他们回到小屋躲避 在这里 他见到了前妻米娅 两人相顾无言 米娅再次问起锤哥 当初在儿子病重时 他为何非要去执行任务 锤哥终于说出实情 他无法当面看着儿子去世 只能用任务麻痹自己 米娅却告诉他 直到最后一刻 儿子依旧把锤哥当成英雄 事到如今 锤哥与米娅终于和解 其量 熊大却在此时打来电话 声称 霍克的命就在他手里 想要救人 就独自去机场 锤哥顿时火冒三丈 他当即穿戴好装备 独自踏上路程 他来到机场外围 发现熊大早已不好天罗地网 锤哥根本不慌 他装好榴弹枪 先是一枪干掉了楼顶狙击手 随后迅速冲住营地 接连几发榴弹 将飞机场内所有赛区通通炸毁 紧接着 锤哥往库房内打入烟雾弹 熊大健壮 立刻带着霍克撤退 只留下手下应对 锤哥悄悄摸了过去 几发榴弹打出 瞬间烟雾四起 锤哥拿起手枪抵近观察 其料 敌人竟然没死 两人近身缠斗 锤哥顺利将其干掉 自己却也腹部中弹 他忍着疼痛来到教堂 熊大早已在此等候 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狠毒 在霍克身上安装了炸弹 熊大威胁霍克夺下锤哥手枪 又让他开枪干掉锤哥 霍克挣扎许久 最终还是放弃了 就在此时 尼克突然从身后冲出 熊大急忙拿霍克当人质 在他的威胁下 尼克也只能放下武器 就在熊大得意之时 霍克终于反抗 尼克趁机掏枪 与熊大互射 锤哥一把将其推倒 两人近身肉搏 由于锤哥有伤在身 不免地落入下风 他刚想捡起锤子反击 其料 熊大却不给机会 两人再次纠缠在一起 与此同时 尼克拿到控制器 成功解除了炸弹 锤哥眼看没了后顾之忧 直接抄起凿子 狠狠刺入熊大的身体 接着又一枪将其爆头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锤哥与尼克纷纷入狱 然而 这天锤哥突然被人接走 要见他的人正是老黑 同时 老黑也带出了尼克 原来 之前米娅的委托 不过是老黑给出的考验 老黑背后的老板十分满意 现在才轮到锤哥大显身手 看来故事依然在继续 感谢观看